八花小剧场 八花亮妹 快快快 赶紧收拾行李 青春没有售价 酷酷我带你直达拉萨 拜托酷酷 我又不是三费的小熊仔 就你那辆小火车 能开出长龙动物园的大门吗 花妹妹 你才多大 说话一股子老熊味儿 怎么这么不解风情 就你那风情 又不是二元一次方尘 还用解吗 好不容易打个电话 跟你聊天 你也太没劲了 像皮筋有劲 你跟他聊去呗 咋了花妹妹 秋天到了 火气咋还这么大 看到你天天狭拜 不上火才怪呢 哎呀呀 低调只是意外 显拜才是我的常态哦 这么闲 赶紧找个班去上吧 哎呀喂 听口气 这是一道啥烦心事了 说出来 让我帮你排挤一下嘛 跟你说有屁用 你又不是熊熊臂 酷酷我掐指一算 你是才正出现危机了 哎 有啥法子啊 这一天天的 拉不完的饥荒 舔不完的窟窿 挣多少熊熊臂 多不够花啊 天啊 花妹妹 原来熊熊臂 是挣出来的啊 酷酷我可是头一次听说啊 熊熊臂 不是挣出来的 难道是天上掉下来的吗 说这话 是不是又想戳我的废管子 你误会了花妹妹 实不相瞒 自打我出生起 熊生字典了 就没有上班挣钱 这个名词 不挣钱 那你平时吃啥喝啥 反正我每天一睁眼 就有熊熊臂到账 银行里的钱 怎么花都不见少 酷酷 你要是想讲故事 去找猪妹讲去 我可没空替你瞎掰扯 这是真的哦 帅帅说 我们家的房产证 落起来比熊高 天天躺在家里 吃租子都吃不完 妈爷 酷酷 真的假的 小花我信你个大头鬼 那你怎样才相信啊 快急死我了 别光说不练 立刻马上给我转500个W熊熊臂 然后我看看你的实力先 区区500个W 一顿早茶钱了 熊熊臂到账500万元 怎么样 这下你总该信了吧 哇塞 酷酷 信了信了 现在你说啥我都信 就连带着你的热带风情 小花我都突然解开了呢 哈哈 哈哈